听故事,品力时,这里是历史映像机,我是宁哥 综观三国,名将无数,始终应该以蜀汉名将为代表 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更是乌虎将中的一位 他手持一把银白色长枪,背后一把青钢宝剑 可以说在三国演义中给他形容的是几近完美的人物 他不同于张飞亮的粗犷,有自己的想法成熟稳重 同时也有不属于关羽那般的武艺 此人便是赵云,赵云乃是南越王赵佗的后代 早年间败于公孙在门下 在同袁绍一战中,名声大震,为天下人所知 在此一战中,同河北名将文丑大战数百回合不相上下 作为一位刚刚录像的白袍小将来说 他已经很好的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在历史上这些都无从考证 但在小说中对赵云的描写片段十分之多 其中最精彩的应该莫过于他欺禁欺出曹营 救出阿斗的故事了 如今我们回头一想,他真有那般勇猛吗 只身一人在曹营中来回厮杀 难道曹操的手下都是一些酒囊饭袋吗 其实不然 当时曹操率83万军队难争 手下大将更是数不胜数 大家所熟悉的有许楚、张辽、曹宏、曹仁、夏侯敦 这其中任意以人皆有万夫不当之勇 如果说单挑的话可能会被赵云打败 但如果众人一起上的话 赵云岂是他们的对手 只几回合赵云便只能束手就擒 但为何长满坡这一战中 许楚、张辽这般人物在听到曹操留活口 修复案件的话时却仍然不出力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并不是他们不处理 而是赵云在前军厮杀时 他们当时是守在曹操的身边的 距离前军有一段距离 听到曹操的话后 他们便已经开始骑马赶去 奈何赵云他武艺高强 小将和兵俗哪是他的对手 所以很快就突围了 后面大家就更熟悉了 赵云冲出曹云后 张飞前来救他 并掩护他突围 这也使得曹操坐下的大将 未能成功堆积到赵云 回过头一想 如果当时曹操已经知晓 赵云厉害时 早些下达命令 动将其上 赵云一定不是他们的对手 所以这其中便是时间 骑马赶去需要时间 也正是因为这短短的时间 赵云突出重围 所以说并不是徐楚张辽等将领不给力 而是他们追不上赵云的速度 时间上来不及 对此你怎么看呢